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進去看一下我們ONE PIECE BUNTY LUSH 那最近我們基本上 哲平把我們海賊王普 到最新的儀化了喔 然後突然 喔 又好想玩一下卡普了喔 那目前來說我們的BUNTY LUSH的話 基本上哲平已經玩過了 哲平喜歡的這個良老了嘛 但是卡普的話我們好像還沒玩過欸 那卡普的話大家 有沒有很推啊 還是其實也是沒有很推欸 我記得卡普好像只有看到 就是那個戴狗狗面具欸對不對 還沒看過就是 有啦 這個年輕的卡普 他是紅色的守衛者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另外一隻就是戴狗皮的 就是他很常用的狗皮外套的 好像是又有另外一隻角色 然後目前來說好像就只有看到 這兩隻吧 然後好像沒有看到就是 直接完完全全老化形態的卡普 唉唷欸 這邊也有 他是綠鼠的防禦角欸 感覺會厲害嗎 我也不知道 待會我們來玩玩看好了 所以目前卡普有三隻的樣子欸 還有另外一隻好像是戴狗皮的對不對 狗皮的在哪裡 反正我們現在已經找到了這個 綠鼠的一隻 他是防禦角 所以他跟那個 我們剛剛他的那個紅鼠的一樣 都是防禦角色欸 所以我們這邊是 卡普中將都是這個 防禦類型的角色這樣子喔 欸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狗皮面具 狗皮外套的啊 沒有看到嗎 狗皮外套的卡普你在哪裡咧 哪裡哪裡哪裡 就看到這個年輕的喔 好像沒有欸 我怎麼好像有印象有看到那個狗皮外套的 哇 尷尬啦 好像沒有發現 那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現在來說的話 我們今天可以先來試一下紅色角色的那隻好不好 紅鼠的這個卡普一樣是守衛者 然後我們可以就是 利用他跟大媽來做一波搭配 來 GO GO LET'S GO好不好 那如果大家覺得卡普不錯的話 可以跟著你們分享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卡普中將 你在哪裡 我們這邊來找那個紅色屬性的喔 年輕的卡普好不好 這個是我們這個年輕的這個英雄 這個是我們的海軍英雄啊 然後再加大媽 那卡普的話這邊的話先看一下 他這沒有配勳章的喔 那是我們的這個守衛者的話呢 我們就看一下有沒有就是 守衛者這個專屬的這個勳章 到現在都還沒有就是再配勳章 之後我們再慢慢說 喔這個是防禦者專用 LET'S GO 好 這邊的話沒問題 然後他的能力的話大概是那個 覺悟吧 這邊是對中局一定範圍內造成這個損傷 技能發生後一定去留有這個亮相無效的效果喔 這邊的話沒有問題 然後會減少對方的這個 攻擊力嗎 攻擊力減少10% 對會有負於這個攻擊力減少 然後再來是這個超大號鐵球 因為卡普他每次都是丟鐵球的啦 超帥 對遠距離一定範圍內的敵人造成這個損傷 並擊飛敵人 技能發動後一定時間永遠擁有這個亮相無效的效果 喔 擊飛效果 OK 沒問題 那我們就直接 卡普中將終極 其實這邊看起來他應該好像 也不會太弱嗎 不知道 年輕卡普啊 卡普 卡普是那個 長頸鹿那一隻喔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目前來說最新的那一畫的話 基本上卡普出現的這個 畫面還蠻多的 好帥好帥喔 最愛這幾個老頭了喔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次玩卡普 那卡普的話 目前來說你們有玩過他嗎 有沒有覺得就是哪一隻卡普比較厲害呢 一個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因為我這邊目前來說看到就是 這一隻還有剛剛那一隻就是 剛那一隻是什麼 年長 就是那個白頭髮那一隻吧 我已經忘記了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是他穿那個狗狗外套的喔 因為他很常穿那個狗狗外套 超帥的 然後他的那個船就是一隻狗狗的那個樣子 這樣子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第一場卡普 喔 帥 其實這樣子的大叔我就還蠻喜歡的囉 沒問題 欸 大叔走起 正義 其實我以前啦 就是因為我是年紀蠻小的時候 可能就是 國高中生的時候就看海捷網了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個正義外套還蠻帥的 有朝一日如果我也有穿一件正義外套的話 我應該也會蠻想要買的 你就是買那個正義外套 但是這個外套這個穿的很奇怪 他應該是 黏在肩膀上的感覺你知道嗎 一般來說外套不可能這樣子你知道嗎 呵呵呵 就是可以黏到肩膀上的那種感覺好不好 應該是直接卡在肩膀上的 呵呵呵 好 我們繼續齁 繼續把這個弄好 旁邊 一個超特號血球 開閘 那我們繼續回 欸 欸 不是我被KO喔 我以為是我被KO 啊為什麼我沒辦法回 喔有 我回了 哇哇哇哇 他本來直接把我給擊飛欸 要那個咻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 他是可以按住的嗎 Q了Q了Q了 完了完了 來 快點 霸王射鐵拳 有 這這下好像蠻帥的 欸不是阿 我們的隊友都在哪裡 沒了 沒辦法躲寶了 我是不是應該趕快死衣死換大媽 再不給他打下去我們就要完蛋了各位 他感覺好像也沒有就是 我覺得是因為我一開始玩的角色就真的就是蠻特別的 我覺得這隻卡普的話好像也沒有特別途徑或幹嘛的能力 就感覺還好 來 雷射後 好了啦 玉田 別鬧了 我們現在把這個拉滿了 我們要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開始把這個給他 奪起 別搶動我 別搶動我 他這樣都弄得到我耶 好扯喔 好 然後我們就正守在這邊了喔 果然還是熟悉的大媽罪對不對 還是得用大媽 幹嘛幹嘛 羅傑想幹嘛 CAMSAM 我們就是努力站在這邊 先站滿喔 我覺得我不能離開這邊耶 我離開這邊的話另外一邊可能會失守 喔有有有 我們另外有一個去躲那邊了喔 可來啦 油門雖然被炸了 但是沒事 另外一邊怎麼好像又被拔掉了 為什麼另外一邊這麼容易就被拔掉了 大河的關係嗎 但我現在也只能一直守在這邊耶 這邊如果我不守的話會完蛋 完蛋了 完蛋了 沒了 卡普貝貝貝 哇 可惜 剛剛沒有一段時間還算是撐得住的喔 GG 哇 沒事 但是我覺得有卡普帥一下就好了喔 給他帥一下 雖然我們放了他 但好可惜 卡普 那另外一個熱血航線其實卡普還算是滿好用的 而且他是有一個反擊劑的 所以過去別人打他的話這可以把別人抓起來喔 那一隻還算不錯 這個是年輕版的卡普喔 應該是他當英雄那段時間的時候的樣子喔 他現在其實 最後這個畫面就是滿帥的耶 不知道後面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 大家一直都會覺得就是他可能就是因為 當初就是說什麼他是 海訓英雄嘛 然後他是就是 把羅傑怎麼樣 怎樣怎樣什麼之類的 幹嘛幹嘛的 然後大家就覺得他是撿尾刀幹嘛的 所以 現在有可能在漫畫裡面就可以看到就是 卡普真實的這個威力 感覺啦好不好 畢竟還是 畢竟還是魯夫的這個有沒有 魯夫的這個爺爺 一定還是 會滿猛的這樣的感覺喔 然後我們再來玩一場 我覺得應該好像也不會說到非常非常好用的那種感覺喔 不過守衛者我一直都也是 不太理解啦喔 但守衛者我目前來說 玩的最習慣的還是那種可以把血量拉到就是那個 原本的趴數以上的 這些角色的話會比較好去 做一波就是那個 操控 啊我剛剛比較慘的是因為 我們一直都在玩卡普 都一直沒有換大媽 我們這邊有這個大鐵球喔 可以去扁他們 然後好像都會有一些亮槍無效的效果啦 所以 在守陣地來說的話應該還算是不錯 至少不會很容易被擊飛或幹嘛的喔 好 繼續拉高這個 亮條 他們對面也在玩那個耶 尖頭人 尖頭人尖頭 我們來了 這邊我們就直接往這邊走 喔可以喔 多寶 我們直接被 被冰爛了喔 大鐵球 直接沒辦法用大鐵球但沒事 躲騎 躲騎就對了 哈哈哈 哇我這邊被盯爛 我真是毅力不搖耶 鐵拳 有鐵碗的蛇法也有鐵碗的這個 卡普 海軍英雄喔 哇這個KING 完了完了完了 我們這邊直接被打飛耶 哇我們又被 又又被那個 盯拚在這邊了 原來這個是這個鳥在冰我們 砸 一拳 一拳 哇完了我又被冰了是不是 開拔開拔 喔我們這樣無敵的拔擊還算不錯啊 其實我們超硬的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SS的牌位耶 但是我們其實 活的 就是不會很容易死耶 這是守衛者的威力嗎 你看我們還活著耶 好扯喔 走進來 大鐵球 對啊我們居然都還活著好扯喔 一拳 哇我爆了 完了完了中間被躲走了 哇 完了這幾場 我們都躲的沒有說特別好 因為大媽的唯一缺點就是因為他自己可以切換成很多那個 很多形態嘛 所以導致於就是他沒辦法太快速的直接趕到那個戰場的這個地方 比較可惜一點點 因為馬可或是其他角色的話他們就可以很悲快的就是去躲寶這樣子喔 我們現在好像就只有一個 大河可以快速的往前躲 快快快快快大河 撐住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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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正中間就對了 正手正手正手 然後你們完蛋了 黑不立棒棒 ok nice 贏了一場耶 玩卡普也可以贏一場喔 好啦那今天玩因為看了漫畫最新的儀化 所以好想玩卡普喔 那大家不想說這裡面遊戲的卡普有幾隻 你們最推薦的是哪一隻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到時候就來玩一下 因為我們之前雷利的話也玩過了 白鬍子也玩過了 這是我們這邊最愛的三老頭 還有一個老頭還沒玩過就是卡普喔 那現在玩了一下 感覺是真的蠻硬的啦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們沒有被打到喔 那你們覺得哪一隻卡普比較厲害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哲民知道囉 那我是續屏再見囉 大家 掰掰囉 掰掰